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北京时间6月12日,凯尔特人官方设媒更新,闪出了全队,非复弯须的登记画面。 总决赛前四场,用适合绿军,战成2比2平,双方的天王山之战,降在6月14日,上午9点打响。 塔图姆面带微笑,走伤闲T,他的T恤,写着TacoJ,让人不由想起,常常高哈Tecoste的詹姆斯。 塔图姆前四场的两分钟命中率很糟糕,每每给出总决赛数据,塔图姆的两分球,51,投14众,命中率,为27.5%,三分球,31,投14众,命中率,为45.2%. 天王山之战,塔图姆,要力争迎来反弹,帮助球队,拿下胜利。 今年季后赛打到现在,绿军从未连败,输球后的下一场比赛,使七胜名赋,已经追平联盟历史单次季后赛,最长记录。 在NBA的历史上,一共有三支球队,曾经做到过这一点,分别是1992年的公牛,2009年的胡人,以及2013年的热火,并且,他们都在该赛季夺冠。 如今,绿军要冲历史上,唯一的输球后,发生零负的赏季。 绿军的其他球员,也大多神情轻松,看来,他们已经从上一场失利中,及时调整出来,把注意力,转移到天王山之战上。 美眉晒出了总决赛,迄今为止,各项场军数据的领跑者,德尊王,库里,34.3分篮板王,维金四独弥,8.5篮。 美眉晒出了总军